这是高标准的要求 这是高强度的磨练 危险地形 艰难任务 战斗在反空一线和前一点 特战队员迎来一场怎样的考核 奋勇争先 在激烈的角逐中 他们又有怎样的收获和成长 军事纪使本期播出 群英正昆仑 力剑突击队集训计时 第三集 这是武警新疆边防总队 机动支队力剑突击队的选拔考核 水中活动 特战队员为的是能够抢到数量涌现的乒乓球 池塘里的水位并不是很高 但水底的淤泥很厚 在里面搏斗 特战队员们的体能消耗很大 快点抢到球 把我们的高度快点 上岸你就赢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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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有队员抢到了球 并且成功上岸 但李志强还在岸边寻找着机会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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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志强 你还没得到球吗 到水中央去 岸边来讲的球吗 知道你水寻不行 但是你要进击 就必须克服你的构点 水中搏斗的艰难出乎了一般人的想象 激烈的拼着 有的队员已经坚持不住了 他现在已经被淘汰了 练下来一起被淘汰了 快点 快点 李志强 干肃五位人 来自内地干旱少雨的地方 水中克木一直是他的作品 而现在一直没能抢到球 李志强面临着被淘汰的威胁 不久 水里面只剩下李志强和另一名队员了 我不会给你 你不买的料找球没有你的 快点 让一个新兵把你吃了得这样吧 把球给我 李志强并不着如实 他没有任何退路 叫完和对手的话 都在刺激着李志强 而李志强的态度也变得强硬强 作为利剑突击队的老兵 李志强对自己的军事素质很有信心 尽管双方到现在都已经筋疲力尽 但是最后冲向岸边 李志强更加顽强 快点 他再来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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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那个状态也是 非常的好 就是 也是不管什么水不水了 什么有泥没有的 会不会水 怕不怕水 反正就是平了 就是要拿到那个球 就是要冲到岸上 就是要爬上来 水中搏斗 李志强涉险过关 而根据抢到乒乓球的字母分组 李志强被分在了A组 A组和B组将继续完成接下来的考核 为什么拿B的都是我们的队兵 拿A的为什么都是我们的班长 难道队兵想跟班长干一场吗 是 就拿着你们的装备 赶快出发 是 巧合的是 A组都是班长 B组都是入伍一两年的战士 根据考核要求 A组和B组之间将按方位角行进 到达下一个任务点 哪一组慢了 哪一组就会有人被淘汰 目的地大约二十多公里 而向目的地行进 队员们必须扛着一个重大六十公斤的沙包 沙包模拟的是一名伤员 卧槽怎么这么重 这不好拿 这不好拿 这样的话咋弄去掉 我们可以做一个担架 做一个担架 才是这么快累了 做个担架可以换着走 先把他抱到路上 快快 就用你们两个坐就行了 不用担心 坐得太慢了你们 你拿着 扔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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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转一下 再快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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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扔他们 来来来 带车 快点 一二三 在小树林里 找木棍 做了一个担架后 李志强他们的速度 就快多了 快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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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了 撤一撤 撤一撤 撤一下 怎么着 撤一下 撤 加油 加油 然而 二十多公里的路段 并不是全部有路 十公里之后 一手大核 挡在了大家的面前 让我们去睡着和走 找到桥 我们过河 找桥 我们已经被淘汰了 彼此已经 走 走到目标了 往下走 往下跑 走 不能再跑了 不能再跑了 过河 过河 必须要过河 我们必须要过河 不过河 我们完成不了任务了 眼前的河水 十分湍急 而和组长的意见 不一致 李志强 一心要找到 桥的想法 又是为了什么呢 李志强 你有什么顾虑的 你怕水吗 怕什么 我没有什么顾虑 但是你看 现在这个河水这么急 说说我们要是下去 万一被铺死了咱们 你是不是怕水 你怕了 我不怕 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 大家决定 还是先试试 能不能过河 走 这条河由冰山容许 汇聚而成 离岸没有多远 水位就有半人高 台阵模拟伤员 队员们更是举步维艰 来 走 快点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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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 你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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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起 主长 这个水流太急了 我们回去吧 回不了了 主长 主长 是太高了 住不了了 快回去了 回去了 是太高了 快回去 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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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太高了 快去 快去 全部都是不行 出去 出去吧 出去 不光是李志强 其他队员也都想撤回去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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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快 慢点 慢点 前面车 车倒是 我来探路 快点 太危险了 把车拔着我 我先探路 快 这个水带上的水流太急了 部长 要不我们还是选择顺着路走 找桥花 我们根本没时间了现在 选择接铁路 走下去 小心点 部长 小心 你把我保护好 我们就别拉着你 部长 小心点 水流太急了 你回来吧 把我 抓我 慢慢拉我 水太平了 水太大了 水流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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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凶了 我们去哪个地方 我们去哪个地方 这样子吗 再往下走 死不了就有希望 老爸 不要放弃 老爸 我们再试一次 再试一下 过河的难度很大 而换了一个位置过河 李志强不再是一心想着往回撤 作为一名老兵 他已经开始琢磨着 怎么解决眼前的困难 不要看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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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往前走 看着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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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看水 不要看水 往前走 河道下游波涛汹入 并且出现漩涡 而上游有些地方的水流 并不是很急 这次李志强似乎找到了一条既可行又安全的路 眼看过河的方式就要成功了 但是快到岸边的时候 情况突然发生了改变 我们怎么走 回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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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 往后走往后走 不要去这个车 回来不行不行 那扎住扎住 扎住扎住 扎住啊扎住 扎住啊扎住 把扎到前面 把扎到前面了 把扎到前面扎过去 快快 你就看前面不要看着水 看着前面不要看着水 不要水的水流走 我都不怕水了 你们还怕吗 加油加油 你们能这么 能不能坚持住 坚持住啊兄弟们 我马上就过去了 加油 水底下有坑 这让大家提高了警惕 把保护绳用上 他们才能继续往前走 但即便这样也十分艰难 把保护绳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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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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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没事吧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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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我们过来了 过来了 没事 怎么了 怎么了 房单又坏了 最终成功过河 A组节约了绕路找桥的时间 对水性不好的李志强来说 这次过河 恐怕也是最不容易的了 出去啊 好点没有 好点好点了 刚才路你拉我们 我这儿出走 大家活动一下 大家活动一下 起来 去来活动一下 快点快点 我求求你来了吗 水太凉了 你刚才为什么松手呢 刚才一个是 水太凉了 脚头有点抽筋 这样就是在 走到这边 水头特别急的时候 脚下面滑了一下 自己怕滑到 被呛着就松手了 很不错 虽然有点危险 虽然有点危险 其实我们现在 调整一下几分钟 继续前进 啊 这一关 我们就可以过了 如果跑的话 我们到现在 我们到现在 还跑不过 到哪儿去 这么危险 你就过了 我们坐 太惊险了 刚才要不是有绳子 拉着我们的话 估计 估计现在就几个人过来了 因为我 可能是因为我的话 我们小组 那还不是过来了吗 快跳成一下 赶快出发 是 今天在我们组长和 小组的成员 共同的努力下 自己也克服了这一关 克服了心里的这个障碍 也算是一个突破吧 主要还是感谢我的组长 和我的小组成员 在大家的帮助下 能够战胜自己 完成这项科目 还是收获还是比较大的 虽然很害怕 过程也很惊险 但是还是战胜了困难 战胜了恐惧 战胜了自己 加油 快点 别滑倒 加油 再继续 上街上街 好难 先上街 一 二 三 加油 走 走 man 别平言 加油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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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住前来的组装就到了 我们时间不多了 加油加油加油 坚持住 过河后 A组的时间要比没有选择水路的B组出狱 但是他们仍然要继续向前行进10公里 而同一时间教官们也在靠近终点的一片区域 他们要把这里布置成一个蓝军堡垒 我们蓝军必须把他们组织在这块区域 下面要进行任务分工 严正刚 我们门外面已经有四名人员 您负责占领这个墙的制高点 观察我们门口哨兵的情况 哨兵已有情况立即报告 你们两个 在后面的院落一带进行防守 师父清楚 是 尽管教官的人数不多 但在A组和B组不知情的情况下 教官们对自己想出的办法很有信心 让他们放心大胆地往里走 关门打狗 让他们放进来 我们再开始通通打仗 战刃就要点 是 已经到了考核的最后阶段 只有突入魔女村庄 活着教官 特战队员们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接下来一切更加严峻的考验 在等待着李志强他们 请继续收看 群英战昆仑 利剑突击队集训计时第四集 这是高标准的要求 这是高强度的磨叠 危险地形艰难任务 战斗在反恐一线和前一眼 特战队员迎来一场怎样的考核 奋勇争先 在激烈的角逐中 他们又有怎样的收获和成长 居士即时下期播出 群英正昆仑 利剑突击队集训计时 第四集